如此均改 登基一年半以后 赵匡印决定请客吃饭 那是建龙二年七月 初秋的开封天高云淡 清明时节新煮的酒正好开坛 受邀的石首信等人都很高兴 因为他们都是陈桥兵殿的重要人物 大宋王朝的开国元勋 也是赵匡印发迹之前的老弟兄 这样的聚会总是开心的 太祖皇帝却显得若有所思 石首信看出问题来了 他问 陛下有心事 赵匡印说 皇帝不好当啊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 石首信问 为什么 赵匡印说 我这个位子 谁不想坐 石首信等人大惊失色 他们齐刷刷地跪下来说 陛下何出此言 如今天命已定 谁还敢有异心 赵匡印说 赵匡印说 你们是不会 别人呢 石首信问 谁 赵匡印说 诸位手下那些贪图富贵的人啊 万一他们孤起重演 也弄见黄袍披在你们身上 请问 请问 拒绝得了吗 石首信等人以为自己受到猜忌 一个个魂飞魄散 泪流满面地说 臣等一介武夫 明顽不化 何曾想到许多 恳请陛下 慈悲为怀 为臣等指点迷津 给条活路 赵匡印说 人生苦短 入白居之过细 对酒当歌 被富贵不偿在 你们为什么不替自己 好好规划一下呢 石首信等人都说 请陛下明示 赵匡印说 交出兵权 换个肥缺 星豪宅智田产 用歌姬饮梅酒 子孙无鱼 自己也快乐 我在与你们都约为婚姻 君臣之间两无猜疑 上下相安 不很好吗 众人都说 陛下体贴入威 恩重如山 第二天 他们纷纷宣称 自己身体不好 请求辞职 太祖皇帝 则给予了亲切的慰问 和丰厚的奖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杯酒士兵权 可惜 这并靠不住 正如本书第二章所讲的 一年后 赵普还在拿陈桥兵便说事 劝太祖收回兵权 开始时 太祖还很不以为然 岂非前后矛盾 何况 黄袍加身 原本就是赵匡胤亲自导演 怎么能对石守信他们说 手下人贪图复归呢 事实上 杯酒士兵权 不过小说家言 而且这故事 也远不如另一个精彩 那故事说 有一次太祖皇帝 拉着石守信那帮人 外出打猎 到了树林 大家坐下喝酒 赵匡胤说 这里没有别人 你们当中 谁想当皇帝 只要把我杀了就行 石守信他们全被镇住 匍匐在地 不敢抬头 这事同样真伪难辩 但更符合赵匡胤的出身经历 以及人们对他的认知 实际上 此人就是一条江湖好汉 不但武艺高强 而且适度成性 传说 松山少林寺三十六路棍法 就是他留下的 双截棍 也是他的发明 他胆敢在陈桥 进行一场豪赌 靠的正是闯荡江湖的阅历 还有与石守信他们 结败为 异社石兄弟的关系 难怪水浒传 会这样描述这位开国皇帝 一条肝棒等身旗 打四百座军舟 都姓赵 赵宋官家 原本是黑社会老大 做贼难免心虚 更懂得贼心思 无论前面两个故事 是真是假 太祖皇帝要防止别人 黄袍加身 都是肯定的 同样可以肯定的是 交出兵权的功臣们 都受到了后代 不但自己安详晚年 子子孙孙 也富贵荣华 以至于在开封城内 纸醉金迷的高消费群体 和时尚引领人 就是将门子弟 昌门女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 这是原因之一 当然 使手信他们被解除了兵权 也是真的 但如果将这理解为 对付藩镇 就大错特错 恰恰相反 赵匡印的安排 是让他们交出 进军兵权 出任节度士 使手信是这样 其他人也是 只不过使手信 保留了进军司令的头衔 也就是说 赵匡印的第一把火 是夺进军之权 这是有道理的 过去人们往往以为 晚唐五代 天下大乱 是因为藩镇割据 其实并不尽然 准确地说 应该是晚唐之乱 在藩镇 五代之乱 在进军 赵匡印夺权成功 就因为他是 进军司令之一 使手信他们 也都是进军的 高级将领 进军 岂能小看 不过五代和北宋的进军 已经并不单止御林军 严格地说 这时的进军 应该叫做中央军 与之相对的地方军 则叫镇军 镇军就是藩镇的军队 由于五代的开国皇帝 多半是内战的胜利者 深知藩镇的危害 和进军的重要 因此胜利之后 便把敌军收编过来 进军也就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发展到后来 他就成为王朝 唯一算术的军事力量 重归中央集权 也因此成为趋势 并有了可能 然而翻阵削弱以后 进军就成了定时炸弹 因此赵匡印 并不满足于人事调整 还要改革军事制度 毕竟人是靠不住的 制度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更重要的是 他必须为后人留下一整套 行之有效的祖宗家法 确保政权不被颠覆 尽管大宋的军事改革和制度建设 并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 那么赵宋官家怎样军改 首先是将进军的司令部 由二司变成三崖 二司就是世卫司和殿前司 各领一支进军 这是后州的发明 目的是不让进军伟大不调 赵匡印则更进一步 又将侍卫司分成 侍卫马军司和侍卫部军司 与殿前司合为三崖 这样一来 进军就等于有了三个司令部 总司令当然是皇帝本人 但进军司令部 虽然变成了三个 而且互不同属 三军司令却仍然是军人 军人总是有共同语言的 谁知道他们会不会组成团伙 因此还必须由文官来制约 办法则是将决策权和调度权 给疏密院 从制度上讲 疏密院是全国武装力量的 统帅机关 当然有权制定战略 并调遣军队 可惜疏密院也不能让人放心 尽管其首长一般都由文官担任 问题是 疏密院的军权 原本夺子宰相 现在又夺进军兵权 如此极权 谁能保证 那猫儿 不会变成老虎 所以 单单防范中央军 还不够 还得提防 疏密院 办法则是 剥夺其指挥权 交给边将和统帅 后者 为什么就没有危险呢 因为战争时期的统帅 都是临时任命的 和平时期的边将 又没有自己的军队 不管哪种情况 军队都由疏密院调遣 派出哪支就是哪支 手下没有一兵一族 边将 岂能拥兵自重 就连节度使也成了荣誉称号 不过军队虽由疏密院调遣 但天长日久 边将与驻军之间 还是会建立联系 产生感情 这就不能不提防 办法则是 更述 也就是说 任何一支军队 在一个防区或战区 最多驻扎三年 甚至只有一年就要换防 谁都不会久住 这样一来 边将与驻军 即便想混个脸熟都不容易 更不用说 结为死党了 三崖也一样 他们管理的兵和将 是调来调去的 疏密院更不行 连军队的面都见不着 这就叫 兵无常帅 帅无常师 所有人都无法结成团伙 现在我们可以大体上弄清楚 宋代军事制度了 中央军平时由三崖 养着 管着 训练着 一旦需要戍边或者打仗 对不起 交给疏密院调度 疏密院运筹帷幄 调兵前将 但是部队到了驻地或前线 则交给边将和统帅指挥 就是说 三崖有管理权 无调度权 疏密有调度权 无指挥权 边将和统帅有指挥权 却不知道手下的兵 将从哪里来 能干什么 显然 这些人都不可能 黄袍加深 实际上 防止第二次陈桥兵变 就是赵匡印他们军改的 指导思想和重中之重 这才始夺军政权与中书省 既夺用兵权与中央军 再夺指挥权与书密院 可谓机关算尽 那么 赵宋关家可以放心了吗 还不能 不过 不过 感谢观看